大家好,歡迎收看就是說 我們今天談快切鏡頭 前幾天幫朋友做了一個慶生生日會的小影片 那有朋友就提到說 我裡面的這個畫面是怎麼做出來的 那這個東西就叫快切鏡頭 我們藉由這樣的一個快速切換的畫面 來塑造出影片的不一樣的這種節奏感 我可以提醒觀眾注意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快切鏡頭 我們用這個快切鏡頭其實它有很多的作用 那主要是用在幾個地方 包含像我們可以去做情緒的醞釀跟堆疊 我們可以使用在轉場 我利用快切鏡頭來做一個轉場的動作 我們可以使用可能一個人遇到什麼事情 突然他回想回憶 我們也可以用快切的方式來進行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甚至於呢 我們也可以利用快切的方式來喚起觀眾的注意力 那當然快切並不是只有畫面快速的去切換 重點是在於你整體的那個前後整體的關係跟邏輯 整個影片的敘事的方式跟節奏 你要怎麼去掌握 這個才是快切的重點 而不是我很多畫面我就把它切得很快 然後讓人家看不清楚 不是重點是那個節奏感 我在敘事的那個節奏感跟整體的感覺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如何去運用這個快切 它的使用時機以及它的使用方法 到底要怎麼用會比較好 比方說我們講我們在做情緒欲諒或堆疊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一些恐怖片 這個很安靜的走在一個黑色的巷子裡面 然後突然畫面啪啪 可能有一個什麼東西閃過 你就會提高警覺嘛 你就會覺得發生什麼事情 是準備要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情緒醞釀的手法 我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堆疊它發生的一個情緒 然後第二種轉場 像我們常見的 早期看到的一些我萬萬沒想到 它裡面很大量的使用到這種轉場的一個技巧 利用這個快切鏡頭來把前面的事情做一個簡短的回復 那這樣的方式去做一個轉場 然後它也可能可以很快速的去做一個所謂的回憶的片段 讓人想到說它之前是怎麼樣的 我又需要比較快節奏去闡述這件事情 那不拖泥帶水 最好的方式我都是用快切鏡頭 那快切鏡頭它的快慢到底要怎麼去掌握 取決於你影片本身的節奏感 如果影片本身它是屬於比較快節奏的 相對的我的快切鏡頭 我可能就會用比較快的方式去做一個切換 我可能只留下兩針到五針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如果我的蓄勢節奏它本來就是比較慢一點的 那我的快切主要是吸引人家注意 讓人家回想到前面的某個小片段 那這時候我可能會落在五針到十針 五針到十針 所以這個快切鏡頭它不單單是只有快這件事情 而是你如何讓這個鏡頭它的快切的這個手法 是呼應你前後的內容 然後並引起觀眾的注意 甚至於勾起觀眾的一些回憶或印象 這樣的一個方式 就是這個所謂的快切鏡頭 如果跟音樂節奏合在一起 那它就變成是卡點了 它就不是所謂的快切 所以一般我們做快切 它是有一個敘事的節奏 我跟著這個節奏 然後在什麼節點 我放出快切鏡頭 來提到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幾個作用 那這是快切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看怎麼操作它 我這邊直接示範一個 我怎麼做我的片頭的快切 好這裡呢我是直接用大量的照片 因為我用影片的話電腦跑不太動 所以我用大量的照片 那我全部呢統一取3到5針之間 所以我統一取4針 那這個東西不管你用幾針 我們的建議是 統一一個規格 可能可能我就跑3針 或是我統一一起跑5針 這個都ok 那一般畫面按也是按照你的需求 如果你的畫面 單可能5到10個畫面左右 那如果你是敘事型的 我只是要講一些內容 讓大家有一點點印象 我可能只有 搞不好就5個畫面 然後每一個畫面搞不好是10針 這樣子讓人家閃過看一下 哎我知道那個前因後果 或是說我要代表一個 一個人正在回想某一件事情 他想到了哪一些 我把那個關鍵的畫面取出來 這也是一種方式 那如果像這一個 我是要拿來做可能片頭或片尾 做一些小地方 純粹補這個 我們講搞不好是補一個音樂的節奏空缺 或是我要做為一個轉場的使用 那一般我們不會超過2秒鐘 或是1秒半 類似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需要的畫面可能 也可以自己設計 然後搞不好可以弄一堆畫面出來 也都可以 那這個都是一個要自己再去微調的一個地方 那另外還有一點是 我們在做這個快切畫面 其實跟那個閃黑閃白一樣的道理 因為他有很多的畫面在快速的閃過 所以如果你畫面的亮度太高 那我們會建議你整體 我們會把它做一個不透明度的一個調整 那像這樣子我現在是在調整畫面 因為我都是照片 那照片的尺寸不見得是 我要的這個16比9的一個尺寸 所以我把全部把它調成滿屏 這樣的一個狀態 好那我們堆疊到一定的數量之後 我看一下我的總時數應該 1秒多鐘 好啦可以啦 就是大概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後面呢 那我們在依照目前的一個狀態 好再依序把一些 照片弄進來湊足我要的時間點 好然後這時候我們就開始添加音效 那音效的選擇 怎麼選會比較恰當 這就看你們 每一個人對於這個影片本身 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你可以找合適的這個音效來做 組合好 那在我還沒選到合適的音效之前 我們可以先把感覺上好像可以的 就全部都拉下來 我把統一全部都拉到下面 那拉完之後呢 我們在左邊左下角 他現在這個軌道聲音的軌道這邊 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哪一些聲音 可以放出來那哪一些聲音 適合把它做關閉的動作 那我們可以從軌道的左下角 這邊來做一個調整跟選擇 然後來聽聽看到底哪一個聲音 是我們覺得合適的 OK那這樣子整個結束 就是我照片的部分調好 我音效的部分放好 其實整個快切鏡頭就可以完成了 好OK 那我們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去調整它 那按照你自己的需求 你可以提到嘛 3到5幀 那如果你的 有一些內容 我想要讓別人看得更清楚 那我們可能會留5到10幀 所以按照你的內容 或是你想要的那個節奏 整體的感覺去設計 那用這樣子的快速堆疊畫面 來讓畫面產生一個不一樣的變化 主要的功能跟功用有幾個 第一個 培養情緒、飲料情緒 或是我要去堆疊整體的情緒 我們會用到這樣的一個 快切鏡頭的一個方式 第二個 我要利用它來做一個 轉場轉換的時候 我們也會用這樣的一個 快切鏡頭的一個方式 來讓大家提醒大家注意 或是說做一些回顧 然後不再去交代前面的事情 或是說它可以產生一個 回想回憶這樣的一個作用 或是我要喚起 觀眾的注意力 這裡應該要發生什麼事情 我喚起大家的注意的時候 我們也會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甚至於我影片的節奏 前面可能是比較平淡的 這時候我會用一個快切的鏡頭 然後來喚起大家注意 後面有事情要發生囉 那我們就會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做快切鏡頭的一個使用 好以上就是快切鏡頭的使用 以及我如何去做這個快切鏡頭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如果你覺得這個內容對你有幫助 點個讚 我們會知道說 那這一類影片大家喜歡 我們就多出這一類的影片 OK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有關於快切鏡頭的使用 謝謝大家